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和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那在这边再提醒你,如果您没有这个教材,那么请到我的博客上面来下载,谢谢 那这个教材呢,是来自于我2009年的这本Android设计招式之美的书籍里头的 现在我们来谈的是第九章这个策略模式,叫Strategy的这个Pattern 那一样的,一开始呢,我先来帮各位说明这个StrategyPattern的一个美妙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那么要谈的就是序中的环杂,环杂多变,就表示呢,这是我们系统的生命力 这是生命力,这个环杂多变,表示我们的这个既有非常的高度的活力 然后呢,里头呢,有一致的这个C是Order 但是会有不同的组合策略 那么这个介绍StrategyPattern,这是Gungle 4的这个StrategyPattern 然后呢,也说明了不同的侧类之间的变与不变 来说明这个Gungle 4的StrategyPattern 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来帮你说明在Android的环境下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StrategyPattern呢,在这个Android框架里头的一个表现 让你呢,有一个实际的情境来领悟这个Strategy设计模式 它的一个生成的意义,以及呢,它的优美的用法 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StrategyPattern到底美妙是美在哪里 所以呢,首先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个细中的环杂 也就是细中有乱 所以一记,简单的细,组合出繁荣跟复杂 就是从简单中组合出呢,这个复杂 组合出复杂,就是设计的一个目标 老子呢,道德经说道 虚而不屈,动而欲出 这个就是有很多动能 有很多动能,无限的潜能 就是活力 就是活力 OK 然后虚而不屈 就是 虚空 就是简单 而不把它填满 就是拥有简单的细 可以呢,并藏呢 这一个 可以印藏呢 很多个内涵 就是 留有虚空 但是并不把它填满 因此呢 它就会呈现 无尽的繁荣的潜能 就是 虚空而能够把它 不填满 留了空的 然后呢 就可以包容呢 无限多种的可能 因此呢 它就不是 一片死急 就是不把它填满之后 留了空的 它就不会 是一片死急 因此呢 就可以散发出 无尽繁荣的潜能 那么 那么 发挥呢 巨大的动能 就表现出来了 表现出来了 所以 系是一种手段 系是一种手段 系越简单 我们越容易组合出 繁荣的系统 所以呢 这个我们 过去 一直在找系 认为呢 是乱中有系 所以 系是本来就存在的 一个真理 但是 就我们的 这个设计的角度来讲 这个系呢 反而是我们的设计 产物 这设计的 这个产物 是我们的设计品 尤其是架构师 它设计出系 然后呢 给这一个 开发者 依据简单的系 来组合出 复杂的系统 就像 这些pattern 本身也是一种系 然后呢 我们拿这些pattern 来把它组合出 复杂的系统 那你说 这个pattern 本来就存在了吗 那个是 当然有可能 那么也有可能 是人设计出来的 那anyway 不管是找出来的 还是设计出来的 这个系 都是一种手段 那么 系越简单 我们就越容易 组合出 复杂的系统 譬如说 这一个集装箱 那么集装箱的系呢 是不是本来就存在的呢 我想 大家都会同意 集装箱创造出来的 简单的系 以及呢 它的这一个 组合的结构 那么我想 应该是能创造出来的 还有 XML 这XML是人创的 那么它里头两个要素 一个要素呢 就是 Tag 一个要素是 Content 只要你用过XML 就可以知道 Content 然后呢 XML可以包含呢 大XML可以包含 很多小的XML的结构 所以它本身 是一个 数状结构 所以它本身 是一个 数状结构 OK 数状结构的 那这个XML的细 显然是能创造出来的 然后呢 给大家的 这个软件的开发者呢 就容易 把这个数据结构呢 把它组合出 从简单中组合出 复杂的 这个数据结构 同样的 设计模式 也是人找出来的细 不管是 设计出来的 还是找出来的 我们就越容易的 组合出 一个利益美的 系统架构 来支撑 繁荣复杂的系统 在自然这里头呢 无论 大到一棵树 一座森林 或是小到一个DNA 都是呈现的 细中有变化的现象 叫做 细中有乱 细中有乱的现象 例如呢 这一个 在猫掌与弹弓这本书 这一个 Steven 作者就写了 一个DNA的螺旋的结构 就是这种结构 DNA的螺旋结构 就是这样子 可以完全由相同的 小单位 来把它组成的 就好像是砖块 由这个砖块 的一个旋转 把它组成的 那每一个小小的单位 就是每个 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 所插入的方式 跟别的 小单位 是一模一样的 只要你一旦明白 一个DNA结构的装置 你就可以掌握了 全部了 就是说 这个人体呢 就是由这个DNA的这个小单位 小单位的内容是复杂的 但是单位是简单的 它的续是简单的 内容是复杂的 都变的 所以它就把这个全部组合起来 用简单的造型 简单的组合 然后呢 包容的 复杂的内含 把复杂内含 透过一个简单的续 简单的外表 把它包装起来 然后再透过简单的组合方式 把它组合起来 因此呢 创造了自然界的 无限的繁荣 无限的 这个变化 那么同样的 也让我们可以 去了解 掌握这个自然界的变化 OK 那这就是 我们今天所在谈的 这样的一个续 就是由这个小单位 创造出了续 那这个小单位 就像集装箱一样 它的外表简单 内容呢 都变 对不对 然后呢 组合起来也很简单 所以就像插秒一样 这个它的结构很简单 只有tag跟content的 OK 然后呢 透过 这个但是每个的 content的都不一样 每个tag它的意义 内涵都不一样 内容不一样 OK 但是结构一样 所以然后再用简单的结构 这简单的组合 而且无限组合 然后内涵都可以不一样 那这就是自然界的组合 也就是我们软件 插秒的组合 也就是我们现在 在谈的这个造型 谈高老师的EIT 也都是一样的 这一个概念 就是造型简单 然后内容复杂 无限组合 就这样子 好 那个DNA的小单位 内涵呢 可能是简单 也可能是复杂 反正就是多变 其造型简单 组合规律也简单 不过组合出来的DNA 的内涵 确实极为复杂 它就是 来自刚刚的结构 就是像集装箱 它内部是复杂的 外表是简单的 然后呢 也透过简单的组合 因此呢 就可以 让一条 这一个集装箱的轮船 可以拖进 宇宙中 天下中 所有的食物 所有的物品 所以它就形成一个 极为复杂的内涵 所以但是结构外形 仍然是简单的 这个形是简单的 内涵是复杂的 所以生物呢 从DNA开始就依 系中有变化的原则 所规范的 因而创造出来的生物 这我们就称为叫做 有机次系 叫做Organical Order 那这就叫做 系中有变化 OK 所以带来的和谐 而多采多知的 它自然 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看 这个 跟我们的Strategy Pattern 跟我们的组合策略 有什么关系咯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就如同创造唐诗一般 它有一定的韵力 一定的组合方式 创造了无限多的 这个唐诗 同样的Android的 AP里头呢 也是基于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基于 这Composite Pattern的C 可以采用 不同的组装的策略 不同的组装的策略 就创造出 各式各样的一个 Aggregation的 这一个 对象 这个对象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来看一下 这一个部分 这就是我们在 上一节所看到的 上一个单元所看到的 这个Composite Pattern 在这里 我们上 上一个单元所介绍的 Composite Pattern 那就是由这边来做组合 组合这个所有的Button 所有的View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的Composite的部分 Linear Layout 好 那么我们的Activity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UI的部分 首先就来New 这个Layout New了Layout之后 New这个Button 把这个Button 加进去这Layout里头 这基本动作是这样子的 好 基于这样的一个Composite的模式呢 我们可以依据不同的需要 很多手段来做组合 意思说我们 这里头有很多种组合方式 那我们可以有这个 组合方式1 组合方式2 组合方式3 组合方式4 等等的 先把这个组合方式 把它事先把它定下来 那么大家就可以 让这个AC01就可以简单了 他可以选择 我要S1 那就可以组合起来 他选择S2 他就可以组合起来 他选择S3 就不必把这个组合的 一个过程跟内涵 写在这里了 也就是说 这个原来是每个AC01 这个Activity的子类 都会来做这个一个组合 那后来发现 这个组合的方式呢 有一些共用性的 共同的 大家常常使用的 这种的模式 因此呢 我们就称为叫做 Strategy的Pattern 所以呢 依照不同策略 来建立各式各样的组合 那也就是 采用不同的组合策略 所以就是我们的 Strategy Pattern No 所以就创造出 各式各样的 这个复合的对象 比如说 这个大饼包小饼 它是一个侧类 那大饼包大饼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侧类 那一个大饼加大饼 一个大饼加小饼加芝麻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侧类 所以我们就会定义一个 这一个侧类的class 这侧类的class 那它就会 它来new一个这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呢 就会帮忙呢 把这个组合起来 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呢 AC01只要选择这个车类 它这个车类这个对象 自然就会去new它 会去 1去new它 第二呢 会来new它 之后会把它组合起来 即使同一支AP 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情境 来使用挑选不同的车类 来组装出不同的 这个 复合的对象 OK 或者物件 在Android的应用程序中 应用程序的类 可是应用情境不同 而互相搭配 它的这个可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使用不同的车类 OK 然后呢 将这个不同的车类呢 委托给不同的对象 就是说 刚刚的 这个 可以设计一个这个对象 这个类 然后呢 可以产出呢 很多个不同的对象 或者呢 产出这个子类 那就可以构成呢 这个车类的一个体系 那AC01就可以来选择 这里的对象 或者是自己去定义一个子类 都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 这一个Android的例子 Android的例子呢 要设计这样一个List的View 那List的View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有三个Item 那每个Item呢 都会配上一个 这个Checkbox 有没有 那就是一个组合 一个组合 就是一个组合车类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将List的View的每一个选项 看成是一个Linear layout 有没有 就是 这样的一个 就是一个Linear layout 里头就包括 有这个TextView 加上CheckboxView 所以里头有两个小的View 所以呢 这Linear layout的对象 它是由 几个View的对象所构成的 例如呢 每个这个选项 都会含有一个TextView 就是这个Item3这个文字 加上一个TextBox 所组成的 这两个所组成的 那么 重点是 谁来负责组装呢 它可以写在 写在这一个AC01里头 可以写在这里头 这样子 那上次的画面 我们就提供一个Array of data来负责 就是 本来是由它要来 把这个组装起来的 那现在呢 可以委托 这个委托给它 来做组装 这叫做 Delegation Delegate 就是把它委托给它 来做这个组装 所以它就会把 这一个TextView 跟一个 这个CheckBox呢 把它组合起来 组合到这个Linear layout里头呢 那就是由它来组装的 那它只是选择 它第一个只是New它 然后委托它 OK 就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叫做Strategy的一个Pattern 一个做法 OK 好 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咯 待会就来介绍 这一个Strategy Pattern OK 好 先休息一下咯 先休息一下咯 好 谢谢大家